我正在吃饭 门喷一声被踢开 婆婆下香兰朝我扑过来 伸手就要抓我的头发 我侧身避开 她一手按在桌子边缘 掀翻了桌子 她也一屁股蹲摔在地上 汤水浇她一身 碗盘也碎了 她恨恨地看着我怒骂出声 你这个黑心肝的贱人 今天我非给你点厉害瞧瞧 她撑着手要起来 手按在碎片上 痛得她嗷嗷叫 我很淡定地拿出手机打110 对她的痛苦完全模式 很快我老公从房间里出来 去付她妈 儿子啊 儿子啊 妈呀痛死了 都怪这个恶毒的贱人 都结婚六年了 还生不出孩子 她就是个生不出孩子的老母猪啊 我听着辱骂声 慢慢吞吞拎起冷水壶往她头上倒 晚晚 孙前豪错愕地喊我名字 下香兰也惊呆了 你妈嘴巴不干净 我给她洗洗 我说完把水壶重重砸在地上 我去拿包 手机 走到门口的时候对下香兰 孙前豪说 我现在要去医院 你们知道我要做什么吗 我要去打掉我肚子里的孩子 下香兰都忘记了哭听喊地 孙前豪要过来拉我 被她妈一把拉住 儿子你别相信她 她嘴里没一句真话 她骗你的 我站在门口冷笑 迈步走入寒风中 我和孙前豪是在大学认识的 她爽朗帅气 篮球打得好 是篮球社的主力 我呢 乡下来的 父母不祥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 能来上海读大学是有贵人资助 不过上了大学 我就拒绝了那边再资助我 开始勤工俭学 加上奖学金 也勉勉强抢够生活 我们就是两个极端 天上云 地上泥 我们的相遇很戏剧 很多次回想起 我还是会忍不住问自己 若是那天下雨 她没有给自己撑伞 他们是不是就不会相遇 不会在意 她嫁个平凡男人 是不是就不用经历 这不公平又闹心的一切 我不知道 我们在一起是孙前好主动追求 她追得轰轰烈烈 几乎整个大学都知道 毕竟她是风云人物 我呢 虽然各科成绩都很好 也讲学今年年第一 但认识我的人很少 我除了上课 很多时候都在外面兼职 或许是作为女人的虚荣心 或许是心动 我答应她的追求 有男朋友好处还是很多的 有车接送 有美食 有漂亮的衣服 名贵的包包 有人羡慕我以后可以嫁入豪门 我都差点堕落 就这么不努力 直到她带着我回她家 孙前豪家很大 但是她爸爸妈妈看见我的时候 还是笑眯眯很和善 毕竟我长得好看 等问清楚我家事后 她妈妈脸色就变了 很会察言观色的我瞬间就知道她妈妈不喜欢我 和对我的厌恶 鄙视 她没有掩藏 我有那么一点难受 但很快就接受了 不喜欢我也好 也就不用我费尽心思去讨好 妈 玩玩可是很优秀的 她英语说的贼溜 韩语 日语都很不错呢 孙前豪帮我说话 她妈并不接受 甚至翻了个白眼 她只看孙前豪对我说道 雨碗对吧 我这个人呢比较直接 也就不跟你拐弯抹角 你配不上我家前豪 更不配嫁进我们家 贪慕虚荣的女孩子我见多了 不过像你这样不要脸皮的还是第一次见 而且我也不想将来我家孙子 跟你一样一身穷酸气 我蹭站起身 羞弄得满脸通红 深深吸口气才说道 我会和她分手 希望你说话算话 我愤恨地出了孙家 确实和孙家住豪宅 开豪车相比 我一身穷酸气 上不得台面 也在瞬间惊醒 为了谈个恋爱 忘记了读书才是重点 因为出身不好 被人这么羞辱 孙前豪追出来 晚晚 怎么了 怎么就走了 孙前豪 我们分手 你送的东西 我回去收拾了还你 我甩开他 走得异常决绝 孙前豪不肯分手 我还他东西他也不要 我立即折算成钱 看着那个数字 我觉得浑身都冷 难怪他妈会看不起我 因为一件衣服 都抵我一个月的生活费 我写了借条给孙前豪 他当场就撕了 面对他的纠缠 我不为所动 全部心思投入到学习中去 我抽身的毫不犹豫 任由孙前豪挣扎 直到那天他妈又来找我 地上一张支票让我休学离开上海 我看一眼支票 你太没诚意了 如果真要我跟你儿子分手 你应该在十万后面再添两个零 且拿现金 我转身就走 回到学校接受了去外地学习半年 离开的那天 孙前豪开车在后面追 然后出了车祸 接到电话的时候 我浑身发冷 立即回去医院看他 医生说他可能会残疾 他妈在医院对我破口大骂 骂我是个祸害 骂我是个妖孽 孙前好醒来 跟我说不要分手 我终归还是心软了 不知道他跟他妈说了什么 他妈不再阻拦我们在一起 但一定要我立即结婚 我直接拒绝 他妈又说大学毕业结婚 我还是拒绝 因为我考上研究生 我甚至也心勃勃地想要读硕士 读博士 因为我没家人 但我还是坚持要了彩礼 三斤 该要的我坚持都要了 很多人羡慕我嫁入豪门 只有我格外冷静 尤其是在结婚后 我坚持读硕 孙前好他妈把我从楼梯上推下来 我一个人在医院卫生间小产 我痛得撕心裂肺 咬破了嘴皮 孙前好在外面不停地哭喊哀求 我惨白着脸出去 留给他是一位生间血腥浓重 我知道 我和他总有一天会离婚 我们之间横隔着这么一个妈 还有一条小小的生命 只是我不甘心就这么离婚 我们依然搬出孙家 住在外面 我受起浑身的刺 开始对他妈进行报复 不许孙前好回去见他 不许他来我住的地方 我碰见他从美好脸色 说话从不留情 硬生生把他从一个优雅贵夫人 逼成了个扑腹 而我忍了这么多年 直到此刻 我怀上孩子 我决定打掉这个孩子 离婚 纠缠近十年 我累了 雨婉 我顺着声音看去 看着面前的男人 惨白的脸上 有了几分笑意 何玉 刚还以为看错了 没想到真是你 你这是要去哪里 开车了吗 要不我送你 不用 谢谢 我告别何玉 打车离开 自然也没看见孙前好追出来 满头大汗 满脸着急 满眼担忧 我到医院说要流产 医生说必须我老公签字 我才开机 一百多个未接电话 一看全是孙前好 我回不过去 晚晚 孙前好的声音带着哽咽 我十分平静地告诉他 我在医院 让他来签字 他来得很快 他蹲在我面前 握住我的手 晚晚 留下他吧 我抬头去看他 声音思雅跟他说 我二十一岁认识你 二十四岁跟你结婚 现在三十岁 我跟你妈斗了六年 我累了 我打掉孩子 然后我们去离婚 你如今事业有成 你们孙家家大业大 你想找个什么样子都可以 我也不想再跟你妈斗了 孙前好一个劲摇头 我知道他这些年也为难 一边是他门缝里看人的妈 一边是强势的我 不管他多么成功 他有一个乱糟糟的家 已经很拖他后腿 晚晚 你别这样子 孙前好说完 跪在地上 算我求你 当初是我对不起你 没有保护好你 如果是别人 我一定让他血债协偿 可那是我妈 是啊 因为是他妈 我连告他蓄意伤害都不行 其实我和孙前好都知道 我打掉这个孩子 我和他就彻底完了 但是我义无反顾 我受够了他妈 也受够了他们家的那些亲戚 晚晚 我们可以去国外 可以去外地 你说去哪里都可以 留下他吧 算我求你 孙前好还在坚持劝我 而我只是冷冷淡淡地看着他 不为所动 听到脚步声的时候 我扭头看过去 孙父快速走来 他看一眼跪在我面前的孙前好 又眸光沉沉地看着我 雨婉 你真的要打掉孩子 是 这是我第一次跟我所谓的公共对上 他爱他的老婆 所以任由他折辱我 如果你真的要打掉孩子 我们孙家再容不下你 你考虑清楚 我吃笑 说得好像我留下他 就能融入你们孙家寺的 这几年 你不是眼睁睁看着你老婆欺负我吗 我一把推开孙前好 冷眼看着他扬倒在地上 我这辈子最倒霉的事情就是遇见你 就是跟你在一起 如果不是你 我不会遭遇这些 再有感情 也消耗光了 我说完这句话 泪如雨下 伸手去扶孙前好 我看着他 几乎是哀求 孙前好 你别逼我去死 他慌乱地给我擦拭眼泪 晚晚晚晚 不停喊我的名字 情到农时 我们也曾激情缠绵 也曾依偎着畅想未来 我们有很多计划 都有孩子 我笑过 哭过 怨过 恨过 但是今天 我放弃了 两久后 孙前好仿佛用尽力气 好 晚晚 我放你自由 不可以 不可以 夏香兰跌跌撞撞跑过来 他站在我面前 雨晚 留下这个孩子吧 我没有说话 夏香兰忽然间跪在我面前 雨晚 这些年事我错了 对不起 香兰 妈 我瞬间眼泪绝滴 我知道 我赢了 在这一场婆媳战争里 我赢了 我拿捏住了孙前好 我知道 我们离婚后 他可能会结婚 也可能会别的孩子 但我知道 他不会幸福了 或许他妈也知道 我最终还是没有打掉这个孩子 但我和孙前好离婚了 他给我一大笔钱 房产 就算没有他 没有孙家 我也能够把孩子养得很好 去民政局离婚的那天 也下着雨 孙前好撑着伞 把我护得严远实实 签字的时候 他的手再抖 我看见他的眼泪滴落在鞋意上 刹那间 我想 不离了吧 将就找过吧 有了孩子 他妈也翻不了天了 但是我真的累了 再也没有力气跟他去斗了 我想找个地方 救赎自己 做崭新的自己 离婚后 我消失在上海 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要去哪里 仿佛从人间蒸发 我回了一趟老家 看着父母新作的坟 才知道孙前好曾经回来过 这些都是他托村长帮忙弄的 一时间有感慨 也有释然 离开让我窒息的上海 我怀着孩子一个人去了丽江 去了我想去的很多地方 不用去忙碌工作 也不用跟婆婆斗 不过在我生孩子的时候 我又回到上海 因为我户口已经迁过去 当然我回上海生下孩子 也是为了他们以后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 看着落灰的房子 我请了家政 联系月子会所 找月嫂阿姨 去月子会所 得知是我一个人又付得起钱 安排得十分周到仔细 我没有想过孙前豪会过来看我 他拿着鲜花 站在那里笑 我仿佛又看见了大学时期 那个温暖又阳光的大男孩 依旧让人怦然心动 我忽然间就笑了 不再张扬 刻薄 多了温婉和顺 有空吗 请你吃饭 好 我们去了新开的餐厅 点了我们彼此多爱吃的菜 还有多久生 月产期还有十天左右 我笑着回应 肚子很大 孙前好眼睛都是担忧 双胞胎 已经确定了要剖妇产 时间我已经选好了 我抬眸看向他 到时候你可以过来帮一下毛吗 好 其实我们都知道 我这句话代表什么 我不会反对他来看孩子 毕竟有他这么一个企业家爸爸 以后两个孩子的路会好走很多 以前我会努力去争 去斗 锋芒毕路 那因为只有我一个人 现在不一样 我有孩子 我是一个母亲 东西我其实都准备好了 没想到孙前好又搬了一车过来 月子里能用到的东西 都准备得很齐全 衣服什么都洗干净 杀菌消毒 他没说试试准备 我就只当是他 我用回之前的手机 微信 破腹产生下一对龙凤胎 我看着欢欢喜喜拍照的孙前好 看着他出为人妇 眼里的宠爱 我手机一直在响 我知道是各种祝贺短信 就像他手机在响 他在阳台接电话 恩 生了 蒙凤胎 两个孩子都很健康 特别可爱 目前喂奶粉 晚晚还没奶 恩 这边有月嫂 会所里什么都有 我这几天不去公司 我拿过自己的手机 果然一溜的祝贺信息 点开孙前好朋友圈 做爸爸了 有儿有女 人生一半圆满 配图是两个孩子的脚 我知道他另外一半不圆满是婚姻 他打好电话回到我身边 温柔顺着我的头发 晚晚 辛苦了 在月子会所一个月 除了消费高 什么都好 我坚持母乳喂养 培养和孩子的感情 家里三个保姆阿姨 说实话我过得十分轻松 孙前好会送各种各样汤过来 他只说是买的 但我一喝就知道 是他妈炖的汤 不管我们曾经有多大的仇怨 在他那一柜 我生下孩子就和解了 我喝着汤 看着他在那边逗孩子 一两个月大的孩子 能回应的有限 不过他倒是逗得不亦乐乎 等到孩子三四个月 他在这边也也混下自己的房间 他搬进来很多他的东西 我也重新接了翻译工作 我做不到做吃山空 等到八个月的时候 我给孩子建奶 也开始接随行翻译 我只是没想到 我会接到我前公公的单子 薪酬七位数 随行七天 是日本那边的大客户 七位数 我很心动 但也要照顾孩子 唯有拒绝了 前公公打电话过来的时候 我意外急了 余婉 简单明了 孙董事长 您好 我喊完人 我发现我能做到平静无波 无怨无恨 他在那边说了 此次客户的重要性 随行七天 薪酬丰厚 我有了这次随行 以后接同样的工作 就会有更多人找我 这话不假 我跟保姆阿姨商量了 七天都三倍工资 但是他们必须照顾好孩子 签订了协议 在日本的时候 我从视频里看见了夏香兰来家里 她带了很多东西来 正在陪两个孩子玩耍 她脸上的慈爱 和早年刻薄完全两样 我闭上眼睛 深深吸口气打电话给阿姨 让她请夏香兰走 这样子的事情 只允许发生一次 若是以后再放夏香兰进门 他们也不用留下了 我给高工资高报酬 还不听话 留下做什么 夏香兰走得依依不舍 但有人截图她朋友圈给我终于和两个宝贝见面 感恩 配图是两个孩子玩耍照片 我很镇定地删除图片 回复朋友一句 谢谢 我知道了 这一趟日本随行 我学到很多 尤其是前公公园里的经验和赞赏 让我第一次有了小小的骄傲 或许她也没有想过 我不单单英语厉害 人语也这么厉害 听说你朔博的时候 还修了韩语 是 我现在正在学习太语 新加坡 意大利语 董事长下次有活还可以找我 毕竟有孩子要养 得努力赚钱 这是我男的在他这个长辈面前俏皮 早前的我将 强势 见到孙前豪的父母 我时刻都准备着战斗 报复的焰火也从未熄灭 更没想过服软 直到今天 自己的专业得到认可 也或许是身份的改变 好 好啊 孙父有些意外 这些年 他也是见识过 鱼碗的酱和强势 第一次这么俏皮跟他说话 孙父想起自家儿子 也不是傻的 喜欢的姑娘到底什么德行 他不可能不清楚 这些年 他们误会了这个姑娘 也亏欠 亏对这个姑娘 两个孩子 孙父本想问一句 能不能去见见两个孩子 最后话到嘴边还是算了 我看着孙父的犹豫 没有接这句话 也没有去分享两个孩子日常 谈话也就到此结束了 回到上海 我严厉地批评保姆阿姨这一次的行为 然后又投入新的工作 我只是没想到 夏香兰会约我见面 我拒绝了他好几次 也让孙前豪去跟他妈说 此生最好不要再见 我和他此场不合 八字不合 我更清楚他为什么要见我 无非是想来看两个孩子 我当然不愿意 只是 我还是低估了夏香兰的固执 一次带着两个孩子在公园玩的时候 和他碰到了 我看他站在那里 依旧是贵妇人打扮 但是瞧着苍老憔悴很多 余婉 我能和你谈谈吗 两个孩子已经会喊妈妈 也会做一些简单的飞吻 白白的动作 他看着孩子 眼睛都黏了上去 好 那边有个咖啡屋 我们去那边坐一会吧 三个阿姨照顾孩子辛苦 我也请他们去喝杯咖啡 吃些点心 我和夏香兰面对面坐着 我搅拌着咖啡 心静如水 等他开口说话 孩子的笑声传来 我才露出一抹笑 我看向夏香兰 他眼巴巴的看着孩子那边 眼眸里都是慈爱 让孙前豪结婚 你很快也可以抱上孙子 孙女 夏香兰呼地看向我 眼眸里有怨恨 有则怪 渐渐地也化为一声叹息 你不知道吗 前豪他跟你离婚后 就去做了绝育 他说他恨我 恨我毁了他的爱情 毁了他的家 伤害了他的妻子 害死了他的孩子 因为我是他妈 我生了他 他没有办法 你们离婚后 他就再没回过家 也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愣住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而孙前豪急急忙忙进来 对着他妈吼道 我说过 让你不要再来找他 他再也经不起你任何伤害了 孙前豪拉着我起来 又去抱两个孩子 我跟在他身后 回去看坐在软座上流泪的夏香兰 这一刻的夏香兰后悔吗 我想他是后悔的 他原本有一个热情开朗孝顺的好儿子 也会多一个孝顺的儿媳妇 在这一场婆媳战争里 他吹响号角 我立即战斗 针尖对脉忙 谁都不让谁 这一场战争 我们谁都没有胜利 都失败了 因为我们都伤害了最爱的那个人 还有自己 回到家里 我让阿姨带着两个孩子回房间去玩 顺便哄他们睡午觉 套茶给孙前豪道一杯 坐在他对面陪他喝茶 这些年 我一直觉得自己受尽委屈 觉得你妈嚣张跋扈 欺人太甚 但是今天我才发现 我们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你家在中间左右为难 谁都不敢帮 也不能帮 你妈也失去了孝顺的儿子 失去了一个和睦的家 我端着茶杯轻轻抿一口 孙前豪问我 你原谅他了吗 说不上原谅 就是释然了 如今我也做了妈妈 十月怀胎不易 我可以恨他 怨他 你不行 有些怨恨 他知道孙前豪不可能永远坚持 他迟早会妥协 会释然 会淡忘 我选择说出来 我就是敢爱敢恨的余婉了 婉婉 我们还有可能吗 孙前豪问 我被问住 扭头看向窗外 今儿天气真好 眼阳高照 温暖舒适 我回头看着孙前豪笑 那你可得重新追我 他看着我 也笑了起来 那你等着我热烈的追求吧 孙前豪的追求 果然比大学的时候更热烈 不管是钱财还是各方面 他成熟了 也更稳重 我在他身上有开到我动心的开朗 我们会约会 也会带着孩子出去玩 只是两个人带两个孩子 太累了 尤其是两个才学会走路 对什么都好奇的玩 去了一次后 我们就放弃了 再出去 三个阿姨一个不能少 我们同居了 比起以前也多了很多不同 我们会一起去给孩子买东西 也会看着他们蹦蹦跳跳的奔向我们 孩子会喊爸爸的时候 我看见孙前豪红卓眼 而他的朋友圈都是带孩子 养孩子日常 就是孩子拉个屎巴巴 他都是乡的 家里有了他 我也能够放心地去接触过随行翻译的活 他没有劝我不要工作 相反十分支持 我对此很满意 我努力这么多年 为的是什么 就是不管什么时候 自己有本事要赶都能挺直 这次要去英国半个月 我把家里托给孙前豪 就收拾东西出发了 在英国半个月 每天都很忙 只能给孩子打个视频 看着他们喊妈妈 说妈妈我想你 就觉得什么都值得 只是回到家里 就病了 高烧被送到医院 醒来的时候 看见孙前豪陪着我 醒了 要不要喝水 被悉心照顾 看着他忙前忙后 人消瘦憔悴很多 我忽然间就心软了 孙先生 你什么时候带我见家人呀 我知道 他惦记家里 他妈惦记他 惦记孩子 他诧异地看着我 好一会才趴在我怀里乌咽哭泣 婉婉 谢谢你 我一时间不眠感慨 他为了我放弃家人 我也为他再妥协一次 我可以妥协 但我不能忍被欺负 我明白 其实我们都明白 有了孩子 一切都会不同 果然 等我病好 回家休养半个月后去孙家 但与当年真是大不同 孙家早早准备了琳琅满目的点心 水果 见到我的时候 夏香兰尴尬了瞬间 又努力扬起笑 来了 阿姨 夏香兰无脸扭开头 再回头的时候 努力朝我挤出一个笑 先进去吧 我做梦都没想到 曾经求而不得的东西 这一次夏香兰给了我 比如孙家传承的玉琢 其实这个琢子并不是很值钱 我手里有好几个比这个贵十倍 当年是我不对 这些年我也得到了教训 在这里我郑重道歉 谢谢你愿意原谅我 并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我看着这一刻谦卑的夏香兰 深吸一口气 都过去了 我并不是原谅他 我只是心疼跟他爸说话 还时不时回头过来看 满眼担忧的孙前豪 我是为了他妥协 我朝孙前豪笑了笑 还眨眨远 是以他放心 今天只要他妈不犯病 我绝对不翻脸 不过吃了饭离开 夏香兰也客客气气 还带着点小心翼翼 回去的路上 我忽然间就笑了 笑什么 孙前豪问 就忽然觉得 挺好的 我靠近他 亲爱的男朋友 我们去买树花 再买点水果回家吧 顺便买个炸鸡什么的回去 也给家里两个仔仔开个婚 好 我一直都十分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我也会紧紧抓住自己的幸福 我好像重新活过来 孙前豪也一样 我们都在努力双向奔赴 孙家上门提亲的事情却是出乎我的意料 看着那一堆东西 还有那个聘礼单子 我看了后很意外 商铺 房子 有上海 也有在外面 婚礼你喜欢中式还是西式 还是两个多安排起来 下江南小声问 眼睛盯着两个孩子 都舍不得眨眼 宝宝 过来 妈妈 妈妈 我让两个孩子喊爷爷 奶奶 我知道这么贵重的聘礼 八成是看这两个孩子的面 我答应结婚 孙前豪整个人都一起风发起来 我从不问他劫萨的事情 但是我知道他偷偷去过医院 回来后跟我说劫萨的事情 他问我还想不想生 如果想就去医院 不想就不去了 我想到如今儿女双全 决定不二胎 他自然没有意见 我们的婚礼办得很盛大 比起早前什么人都没请 这一次孙家是能请的都请了 隆重到了极点 我听到有人说我厉害 手段高 能把孙前豪紧紧拽拽手里 我只是笑笑 懒得去搭理 结婚后的日子其实更轻松 两个孩子基本上在老宅 我和孙前豪都有自己的事业 现在有人细心照顾 我放心 他也放心 我只是没想到 结婚半年后 我又怀上了 孙前豪自己都惊呆了 晚晚 我 我 我亲了亲他 安抚到 有就生 这一胎我怀得并不容易 一个是年纪大了 再一个离上一胎也才四年不到 我没有想过下香兰会照顾我 他这个人 真应了那句 爱之欲其生物之欲其死 也将这一句话演绎得淋漓尽致 尤其是得知还是双胞胎后 十月怀胎 一朝分娩 我生下了一儿一女 人生也算是很圆满了 晚晚 辛苦了 我看着孙前豪 虽苦 但乐在其中 你要好好疼爱他们 孙前豪一个劲点头 我也会好好爱你 你不知道 当初为了追你 我做了多少努力 我还真不知道 但我来了兴趣 拉着他的手 那你跟我说说 有些爱你得说出来 我才知道呀 你说是不是 孙前豪亲近我 说起了他的故事 我是孙前豪 出生在家里有些钱的孙家 从小到大要什么有什么 我对身边所有靠近的女孩总会生出防备 觉得她们是为了我家前来 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喜欢上哪个女生 直到大三那年 我遇到了雨碗 漂亮 耀眼 冷静中带着点孤僻 我几乎是一见钟情 不着痕迹往她面前凑 但是她来去匆匆 从不注意身边的男生 也不是没有人表白 给她写情书 我做过最搞笑的事情就是偷那些情书 然后扔掉 直到那天下雨 她没带伞 我鼓起勇气过去 然后要到了微信 我也开始去追求 追雨碗很不容易 几乎是绞尽脑汁 好不容易她才答应交往 我欣喜若狂 我以为我的家人也会和我一样 发现她的好 她的优秀 却不想我妈给我的一击 来我家一次 她就要分手 无论我怎么挽留都没有松口 直到我出车祸 她才心软 我们的婚礼简单又单调 她没有计较 我知道她是一个很心软的人 婚后她和我妈水火不容 我不知道应该帮谁 左右为难 可是我妈把她推下楼梯 摔小铲了 听着她在医院厕所痛的惨叫 我恨不得我去代替了这一切 但是那是我妈 我只能把恨意忍下来 带着她搬出去 她和我妈的斗法开始了 我很恐慌 我怕她会离开我 直到她再次怀孕 她要打掉孩子 我怎么舍得 都给她跪下了 她也没松口 直到我妈跪下道歉 她赢了 我们最终还是离婚了 我不舍得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外面吃苦 给足了抚养费 补偿 我希望她过得好 希望她一直好 我知道她去了什么地方 我偷偷去看过她 她终于又回到了我深爱着的那个余婉 她回到上海生孩子 我去看她 她柔和了很多 我小心翼翼地靠近 一点一点试探 不敢有丝毫莽撞 我们终于在一起 我终于再一次拥有幸福 我终于在一起